四种时候你需要放下你的手机 今天手机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智能手机的功能更是越来越强 大家更是觉得越来越离不开它了 许多人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都拿着手机 手机也可能成了我们生活的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手机 因为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人和事需要我们有更多的关注和时间 这集影片分享以下四种情况 需要我们放下或关掉手机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请记得点赞、订阅及分享出去 谢谢 1.当家人需要你时 当配偶和家人需要我们的关注或帮助时 我们需要放下手机 否则,我们会分心,心不在焉 给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完全的关注和爱 2.当你亲近神时 当你在祷告、灵修、读经、和崇拜时 你需要放下手机 把这段时间完全奉献给神 分别为圣、神病 如果用手机读经灵修 不要让电话时你分心 3.当你需要休息时 4.当你身心灵需要休息时 需要放下你的手机 这时候你不需要外界的刺激和干扰 放下手机 让你的眼睛、手、脑、心休息吧 4.当你觉得你不能放下时 当你觉得你已经放不下手机时 你更是需要马上放下了 当你已经好像附在手机上 完全离不开 它已经在负面地影响你的生活和生命 伤害你的关系时 你可能已经上瘾 你需要帮助 你需要放下手机 感谢观看